十分邪惡 有多邪惡 這個是帝國兵團的 Dr.Evil 不是 Legend Evil 之珍 大家好,又來到耳機系音樂人 我是古老明 我是小許 在未正式開始之前 提提大家 記得訂閱我們 YouTube 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我們一旦有新片 你就會收到信息 另外,記得追蹤我們的IG 和讚好我們的Facebook 我們一旦有新片 你都會看到 剛才在拿一個同名 一樣叫做Evil Dr.Evil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我的年代 Hefty Ransom 又是一個很棒的出戲 今天也介紹了一個很棒的耳機 就是Legend Evil 它不是魔鬼Evil 它是Evolution的EVO 也是叫Evil 進化 進化的意思 它是 以前有一個很出名的 Legend X 這個模特兒 進化成Legend Evil 為甚麼這麼邪惡呢 因為它這次的新技術 令整個耳機的聽感 因為體驗是很不同的 整個氣勢都不同 小許你可說一下 它最特別的規格在哪裏 如果說這隻Legend Evil 就要說它前一代的旗艦機 Legend X 其實Legend X 到現在已經出動了三代 這次這一代 到Legend Evil 就在單元裡的一個震含式設計 就加了骨傳道的單元 骨傳道式 其實都好像是一些很新潮的東西 其實骨傳道這個耳機 有了很久 尤其是在坐挺器 或是在運動的耳機上 就不是透過耳膜做這個聲 靠震動 打到你的骨 就傳到你的聲音 更加直接 因為有時他們研究過 如果你要經過耳膜 有時是不教你 去這個骨這樣傳 是這麼快的 之前其實有一些耳機品牌 都有試過做摩 但它跟其他有甚麼不同 令它可以突破而出 它這個骨傳道好像是特別不同的 這次Empire 自家研發了 這個Weaponix的骨傳道單元 就比我們傳統的骨傳道有些不同 就用了這個M52的一個高級鋁磁鐵去做 我聽說這個鋁磁鐵是特別不同的 是特別厲害的 在這個磁體方面是最高階的 再加上它的外殼 我們看到它的外殼 有一個很漂亮的金屬的外殼 整顆子彈 就引了它這個武器的名字 Weaponix 的名字 再加上它裡面的音圈 即是線圈 用日本的銅都做 所以它做出來的彈力 它低頻的傳送 亦都真是很震衡 很有力量 感覺上這顆東西貴得很厲害 所以都明白 另外一個耳機其實都價錢了很大 但是它這個骨傳道就可能比起其他一些廠方來得更加有價值 即是自家研發 而且它又有很多技術 技術和最上等的材料去製作 除了骨傳道之外 其實它還有什麼厲害呢 它厲害也承繼了它上一代Legend X 的單元配置 再加上它的動圈 就用了新的W9 Plus 的動圈單元 是 還有一個 Plus 哦 再加上五隻的專屬定制的動貼單元 所以令到它的聲音 無論是中頻、低頻 以及它的人聲方面都表現得很立體 而我看到這條線都好像特別厲害 是的 它這條線就厲害了 就聯成了香港的PW Audio 所一起創作的這條線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在香港的耳機品牌的一個驕傲 是的 之前我就說重重的 是因為我有一次就做事 就聽一對女生樂隊 叫做Wiz W-H-I-E-S-E-S-E-S 是一個美女 是的 接著他們就來我公司拍攝 是Live來的 阿明你就好 為何不叫我們去看 上班 我原本是放假的 這麼慘 但也要上班工作 你也好 有東西看 是的 上班是 其實我覺得 我不點答你 對不起 來一個公司做一個Live的Set 拍一個影片 我那天就要聽他們 其實我可以嗎 然後就聽了 哇 接著是 真的很棒 我很久沒試過 聽了那種感覺 很好聽 這些位置擺得很清楚 然後那些Bass 然後整件事是很有質感的 你也好 有這樣的機會去聽唱 然後我覺得體驗很棒 今天就有一個同場加演 SP-2000T 還有他另外一隻大佬奧丁 其實我是想兩隻對比一下 不如聽完再講 小虛 你剛才聽完感覺如何 剛才又聽完這兩隻耳機 有奧丁和Legend Evils 兩隻耳機其實取向到 我覺得有些幾不同 很不同 剛才歌我都聽了幾隻 我聽了有Lamb of God的Back Label 然後我聽了Sliplot的快快快食食食的手 我又聽了 慢歌我又聽了王菲的手叫I Songbe Final Fantasy的主題歌 用這隻耳機 首先我去聽Ben San 聽Ben San是爽的 真的 我去聽Sliplot的手快快食食食 他的低頻給你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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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真的很有力量 很有震撼 Legend Evils給了一個感覺 他的低頻真是很刺激 很特別 很有空間感 即是第一次聽耳機的低頻 可以讓你這麼有環回立體的感覺 在這個低頻表現上 真的做得很出色 當然你說他分析力方面 現在他空間感做得很好 所以他的結他樂器擺位 其實真的做得不錯 如果你說聽慢歌 聽回王菲的時候 I Songbe I Songbe 他都有很多弦樂 有很多不同的樂器 如果這樣聽 他這樣聽 我都聽到有三四支的結他聲錄在裡面 所以他的樂器仔細度都挺好的 再加上他人聲方面 都很纏很流體 再聽回奧丁 亦都聽過幾首歌 奧丁的表現給我感覺 他在樂器方面 他闊度 他就真的做得很闊 他在人聲方面 尤其是奧丁 他的人聲就很好聽 沒錯 我聽王菲的時候 I Songbe 他的人聲是真的很順滑 因為王菲那首歌 我以前聽用一些 不是很漂亮的耳機 都覺得很可愛 很尖的王菲那聲 但用奧丁聽 又很順滑 阿明你呢 我其實就 剛才說過 我聽了那對女生樂隊 Viz的歌 先說回那首歌 那首歌叫 《之所以我們再歇斯》 是他新的專輯 最後一首 那天他拍這首歌 那時真的很棒 我剛才說的所有敗位是超級清楚 而且是很震撼的 震撼是literally 真的震的耳機 我開來就覺得 糟了 開來很大聲 原來不是 其實它是震的 骨泉度是震的 然後是很爽 聽到所有東西都即時震撼了很多 而且骨泉度其實不是只照顧低頻 所以你聽到那些細節 和一般已經很不同 尤其是環回立體聲是重要的 做得出那個空間感是很重要的 當然我聽到那天做Live的螢幕和CD CD是比較窄的 因為我那天始終是現場聽 有壓縮過 是的 但是聽到他們的歌曲 其實都有那種很好聽的感覺 微動態全部都出來了 有些人會覺得 你有兩個動圈 Bass一定很厲害 我又覺得Bass是很有質素的 它的Bass是正得來 它是很有層次 很有質素的 不過這個耳機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你一定要換一個正確的EarTip 你戴得不對 真的一點就已經完全不是那種感覺 因為我最初試的時候是用個小一點 我以為它都可以戴 對耳朵的人來說是不適合戴 這個也挺大的 戴在耳朵上 我小的那個其實也有點虛偽 所以感覺不到它那種震撼的感覺 之後換一個Spin Fit 進去 正適合自己的尺寸 我覺得就來了 雖然它其實都雜食 給我的感覺 因為有時候 像小熙所說的 其實帝國冰團的耳機 我經常覺得 Bass很重 我就不太喜歡Bass很重 但這隻給我的感覺 它很控制 你要的時候給了你 它是口聲的 口聲得來你就不會覺得很萌 很辛苦的感覺 相比起我之前一年 覺得一般 都不明白 每個師兄都說好聽 奧丁呢 其實我近來聽 因為聽完它 我開始 真的好像了解到一些 我覺得其實它不是不好聽 只是它在一個頻段上做得很出色 而那個頻段剛好 就是我不是很喜歡聽的Vocal 我喜歡聽樂器的聲音 比Vocal 奧丁的人聲 給你的表演 真的很好聽 尤其是你一聽女聲 你就會感覺到 我自己會界定為 奧丁會是一個比較適合Hiva 有聽的音機 也聽Ben來說 我覺得就不是 尤其是喜歡聽樂器的 未必個個會喜歡它這個Vibe 但它是很清楚 一點都不蒙 細節都出來了 但有時聽Ben 總是覺得它好像蒙了 接著越聽就覺得 其實這是奧丁也有它好聽的地方 奧丁也有這麼多師兄贊 其實我覺得我跟阿明有些相反 因為我覺得它不是在那方面做得不好 或者它那個人聲出得太遲 是它有些東西修飾得很漂亮 好像剛才我去聽樂的歌 而它真的很多 即是我們叫做玩Ben 有個味道修飾了 變得很軟滑 結他拆聲好像不夠難 有一點點 就變得很潤滑的結他 的 metal 聲 就變得好像 又沒有突出到一個 Band 味 這純粹是我們兩個人的感覺 對呀 我覺得聽樂器就 真的好像EVO EVO 是開心一點 我實在試過用EVO去吉 Bell Pack 現場的 對呀 不過它也要調大聲一點點 推力方面也要有這麼小要求 如果兩隻讓你選小許對比的話 你會選哪一隻呢 如果我去選 其實我兩隻都要了 你真的沒有回答過我 我就會這樣 分開兩個 我就不會說兩個都要了 如果你說選樣子 一定會是奧丁 因為奧丁那隻的樣子 真的漂亮很多 我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EVO 是這麼普通的黑色 不過有些人是喜歡黑色的 但是你說聲音方面 因為是由我自己 音樂人的角度來看 我就會選EVO EVO 整件事好像適合的感覺 玩Band 方面聽Band 聲音很適合 對呀 所以終於了解到這個帝國兵團的利害 這個Legend EVO 大家不買都要試一下 其實這個骨泉道的體驗是挺不錯的 雖然我也有骨泉道的耳機 對呀 你也有骨泉道 對呀 它的感覺有些不同 整件事是挺全圍的 很明顯它們兩個不是要互打誰 只不過是有兩個大佬 有兩個大佬 兩個有他很出色的位置 which is EVO 是做不到的 而他們可能不知道會不會遲些 它會再出一隻更厲害的 對呀 就是Vanus 是他的老爸 期待帝國兵團Empire EOS 再有勁的力作 對呀 再有更好的東西就找給大家看 也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沒有你們的支持 我們絕對借不到這些SV-2CNT 奧丁和Legend EVO 多謝大家收看 喜歡的話就在樓下跟我們聊聊天 我們會盡量和你們做一個交流 下次再見 拜拜